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和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方面 加拿大山火很嚴重 看來很久都沒有燒完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說到有機會 整個夏天都繼續燒 那就是獨木籠罩全口 真的有些預言又中 另外之前說到 很多不同的預言家都出來說 今年有機會死過百萬人 看到福利賓馬荷榮火山爆發 緊急疏散幾萬人 哇 糟糕了 你知道又毒煙 毒煙飄全球 火山爆發集地球 這個地球真是不惹小 看看一會兒 有些什麼 預言又給他們說中 另外也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這個世界真的有時空旅行者嗎? 因為有一張很多年前 1940年 加拿大的鬼異相 現在在網上瘋傳 究竟是否真的有時空旅行者呢? 因為當中有一個人的樣子 畫面 跟當時的年代 是完全不一樣的 有些專家說 這些P圖是假的 但我告訴你不是 不是P圖 是真的 那是否可以印證到有時空旅行者呢? 轉頭帶給大家 另外也關乎一單 南韓網絡主播 竟然 嚇死異鄉 就懷疑 被中國籍夫婦堆 不是吧? 那好了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這麼多 猛料勁料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首先看一看 加拿大這一場山火 燒到這麼嚴重 去到北歐挪威 毒霧都影響得到了 現在當地的官員警告 這一場山火 由境內的東部西部 橫跨兩邊一起燒 預計會整個夏天都繼續燒 新發社的報道說 加拿大西部的火勢 是非常之嚴重 阿爾柏塔省的山火進一步加劇 而當局被迫 在日前第二次疏散 艾德深圳的居民 而這個省的中部 亦都發出高溫預警 而說到艾德深的黃石園 首席行政官梅西爾 就說到 火勢已經失控了 有些工作人員 被迫要撤離 他們沒有辦法去撲滅這場山火 而另一邊的商 加拿大東部灰北黑散 中部西北部的地區 火勢依然猛烈 燒得咸咸聲 幾個城鎮現在受到威脅 而灰北黑散的政府表示 省內的火勢轉趨穩定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辦法回到家了 真麻煩 由今年到現在 已經4萬6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燒毀 看來這次會不會變成人類大災難的其中一件事件呢 另一件事件就是關於菲律賓馬榮火山 緊急疏散幾萬人 突然之間好像沒有預警一樣噴出來 因為大量的熔癌已經開始釋放了出來 菲律賓當局表示 菲律賓最活躍的火山馬榮火山已經開始噴東西了 而各界也擔心他越軟越激烈 所以就要緊急疏散的人走 位於阿爾拜省的東北部馬榮火山 由上個星期開始已經古靈精怪了 在醞釀中 當局在9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目前為止 當局已經強制火山方圓六公里 超過1萬多人緊急撤泥 大部分來自貧困的農業社區 當局警告 還有幾千人在馬榮火山下面 那你還不走? 留在這裡幹什麼呢? 因為有地質學家警告 他說 隨著日前晚上開始噴出熔癌 如果火山變得更加猛烈 馬榮周圍地區的風險就會越來越擴大 所有人應該要做好準備 哎呀 你看到近期很多火山爆發 菲律賓 日前我們說過夏威夷 火山逐個逐個噴 熔癌 又毒煙 人類可以在哪裡避 加上又說冰川溶得快又水浸 真的難以想像 另外跟大家看看 時空旅行者這個話題 有人覺得 那些抖音 時空旅行者 吹水 又說幾時幾時都沒有發生過 很多人質疑 那些人就在那裡流量密碼 但是 現在這個說法 可能被人引證到 真的有時空旅行者的存在 為什麼呢 因為一張舊照片 有人就覺得P圖 但是專家就說不是 這個照片裡面 看到有一個帶著墨超人士 而他拿著那個相機 更加跟當年的時間 完全是不吻合的 因為這張照片 在1940年11月拍攝的 1940年 二次世界大戰都好像還沒開始 你想想 而照片中這個畫面的人物 跟這個周邊的人完全不吻合 有人就覺得 難道這個人 穿越了82年前嗎 根據外國媒體報道 這個男子 看到他的配搭 有人就覺得他哪是時空旅行者 可能是潮流的尖端的人 那 因為說到 那個相機 還有他的墨超 那 的確好像不像 因為有人就說 他這部相機 像80年代後的產品來的 但是有人就說 的確 柯達在1941年 製造了這個男人手上的相機 當然 有人就覺得 他應該是 那個時代的人 但是 他 這個配搭 衣著的配搭 只能夠證明 他是這個潮流最尖端的人 那 那就奇怪了 你說他是潮流最尖端的人 但是我怎麼看 那個裝束 都完全不像 好 Castlewear 因為你 舊時候的西方社會 每個人都是 穿襯衣 戴帽 戴帽 全部都 很公子 哥兒 那種feel 他胸口穿了 T 有個M字 大哥 那麼像現代人 你和他那個裝束的髮型 都完全是不像 那 好了 那是不是真的 時空旅行者呢 因為有網民 又更加估計 一樣 如果是真的時空旅行者 他為什麼會在加拿大這個位置 去到呢 去這個位置 他想看些什麼 是不是有些什麼 古靈精怪的東西 需要去那個地方去調查一下 所以 有時候 有些事情 很難去解釋 如果你相信 他是一個潮流尖端的人 那我們 現在 可能身邊很多 古靈精怪的人 可能 過幾年後 你又覺得他 咦 那時候我已經是這樣穿 那也有 這種說法 也有 九十年代 喇叭褲 或者七十年代 又有喇叭褲 難道是 時代尖端嗎 那這些 就看你自己怎麼看 另外 亦都和大家看一下 一宗兇殺案 為什麼會涉及 一對中國 直夫婦 而說被害人 是南韓網絡直播主 他叫俄英 名喪金邊 名喪金邊 南韓 中國 一起在金邊 這件事件真是奇怪了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先 根據柬埔寨的傳媒報導 南韓網絡直播主 俄英 在今年三天宣布 停止直播活動之後 在網上消聲匿跡 近期 竟然被柬埔寨警方 發現他的屍體 在金邊附近 那屍體 就被一塊 紅布包住 嘩 這麼恐怖 好了 這件事件 為什麼會涉及到中國夫婦呢 他的死訊一出 其實很多網民在他的IG留言 33歲的俄英 是南韓某個網上的直播主 他在今年三月停止了這個直播活動 直到日前 有柬埔寨媒體報導 發現了一位身份不明的女司 服侍在金邊近郊的水邊 而屍體被一塊紅布包住 這麼恐怖 好了 警方一直追查 發現了 有一對嫌疑犯 就是中國籍夫婦 他們在金邊 萬江區經營診所 拉了他們回去之後 30多歲 這對中國夫婦很年輕 就承認 就說死者在上個禮拜日 即是六月頭 去到他們的診所 就吊鹽水 更加注射血清 突然之間癲癱症發作 就死了 然後他們發現死者斷了氣之後 竟然拿屍體拿紅色箭包住 就走了去金丹散日氣屍了 好了 那你吊鹽水 打血清 死了 那是不是跟你知道 有問題 但是根據 柬埔寨的媒體報道 屍體臉 發現有被嘔打的痕跡 嚴重損毀 更加有頸部骨折 全身受損 被火燒過的痕跡 這件事件不單止在柬埔寨 連南韓媒體都真先報道 好了 更加估計死者就是鵝鷹 這件事件引起大家質疑究竟是醫療失誤 還是涉嫌虐待虐殺等等 現在就需要柬埔寨警方深入調查一下 如果是嘔打或者其他事情的時候 那是涉及什麼呢 錢還是錯手 還是KK園區 相信要繼續去調查一下 好 另外 再跟大家看看俄羅斯局勢 現在俄羅斯方面 俄國國防部打算吞併阿格納集團 嘩 你也挺大貪 那普京的朋友 親信兼創辦人普利高津就說 我不會同意 其實現在俄羅斯的國防部 就擺明想創併阿格納集團 根本兩個都不適合阿格納集團 我想創除他 但是外於 普利高津又好像跟普京朋友 可以看到這個三國的關係 其實國防部 是不是想兵變 是不是想推翻普京 這個真是一個謎團 我們要跟總總總的跡象一起看看 究竟現在 普利高津 國防部究竟發生什麼事 因為之前看到普利高津就不斷猛烈評擊 其實他也是主力針對俄羅斯國防部 感覺上有人說是否跟普京抹面 近日俄羅斯國防部部長伊古 就說下令把所有自願部隊 就要跟俄羅斯國防部簽約 去提高俄軍的效率 當然他沒有直接指名道姓 就關這個阿格納集團 但是外界有認為 這個命令 針對著普利高津 目的就是要控制他和他的部隊 普利高津就回應 阿格納是不會跟國防部簽約任何的合約 而有關的命令是不適合阿格納的 他也指出這位國防部長 沒有辦法妥善管理軍事部隊 那現在 即是你見到是鬧翻的 擺明就抹面了 如果 真是俄羅斯國防部 下命令 那怎麼辦呢 當然可以 估到一件事就是 普利高津就死撐死頂了 那背後 普京會不會私底下和他密針呢 這件事 亦都會不會是 可能 我感覺上 國防部有人 想排除了 普利高津先 現在那種關係 究竟是普利高津想兵變 想反普京 還是 國防部 想反普京 其實你只是看這件事 最憂慮的那個就是普京 普京一定是最擔心那個 當然 大哥 你都不知道誰是神 誰是鬼 可能兩個都是鬼 可能兩個都假裝了 魚摸一下 然後轉個頭 一下就撩起 普京都不出奇 所以 普京應該都是睡不安 吃不下的 但是 始終 國防部也是控制武器的 普利高津又控制 士兵 他們自己的集牌軍 那 隨便一方 或者兩方聯合一氣呢 那 普京的 政權 將會不穩 甚至俄羅斯 有機會 就變成政變了 那 其實會不會 普京自己 在中間 善風點火 所以你說 打場仗 多少 古靈精貴的東西 跑了出來 那 更加 也會和大家 去看 這一場 戰爭 當中 說到 那個水壩 現在被人 懷疑 炸毀了 烏阿蘭方面 指控 俄羅斯 竟然 炮擊 由於被水淹到的洪災區 救援船 現在被 烏蘭的炮火擊中 不是吧 這麼嚴重? 烏蘭這樣說 不知道是否真 那麼 根據 烏蘭 南部 克爾松州 卡霍夫 卡的大壩 他們的州 州長 就出來指控 就說 俄羅斯 蓄意破壞救援工作 全都被浸泡 用炮彈 打沉 三艘護送居民的小船 造成三個人死亡 十個人受傷 這樣說 嘩 如果是這樣 挺壞的 這位州長 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 俄軍 刻意阻礙救援工作 禮拜天 被浸泡的地方 現在是需要緊急疏散居民 而當時 船上 他說有21個災民 全部都是長者 甚至是行動不變的人 竟然俄羅斯在這個時候 開火炮擊他們 簡直是恐怖分子 當中 連司機都出來譴責 說回這條水壩 國際刑事法院 就說會調查一下 究竟水壩受損是人為意外 還是怎樣 那烏蘭率先就出來了 就說 我會全力配合你的調查 驚死 好像被人說 你有份 你一定是遮遮掩掩掩 烏克蘭是否真的 這樣可以以示清白呢 其實 這樣說 一天沒有結果出來 甚至乎沒有結果出來 有些人 首先 假裝了魚毛蟹 假裝了東西 甚至乎 假裝了無辜 我一定會幫你 可能他是賊都不出奇 當然 究竟誰都不知道 可能俄羅斯也可以 可能烏克蘭自己弄也可以 因為戰爭 我經常都覺得 兵不厭詐 甚至乎是 非常殘忍的事情 你要為了贏到這場戰爭 有時候 有些人說要犧牲 但是 是不是犧牲的人 平民的性命 絕對不會是 但是 這種做法 是 絕對 有違 人類的道德 所以這件事件 就讓他們調查一下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 真的 加拿大宣布 扣押俄羅斯運輸機 不是吧 不讓他走嗎 這樣也可以 因為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正在訪問烏克蘭 而加拿大的外長 喬美蘭宣布 政府已經下令扣押 在去年以來 放在多倫多皮爾森 國際機場 一部 俄羅斯企業 註冊的 運輸機 並且 就著俄國 破壞烏克蘭文化 新增了 二十四名 人士的制裁 以及十九個實體的制裁 這樣說 這件事 俄國當然不行 他回應說 大哥 你這樣硬來 夾當嗎 這架飛機 屬於私人企業 你快點 咬出來 否則 看來 跟打擊沒什麼分別 那會不會 普京又做些事 又拘捕加拿大人 那如果真的要小心 另外 也跟大家看一宗新聞 在英國 有個寄宿學校 有家寄宿學校 傳出 16歲的男學生 涉嫌拿鶴仔襲擊三名師生 有傳有位香港學生 遇集昏迷 這麼嚴重? 不是吧 我們一起看看 究竟這件事件 是什麼事 先說到在英國德文棍,蒂弗頓一間寄宿學校,在6月9日發生校園襲擊事件,一名16歲學生涉嫌拿取,先後襲擊兩名同學,一名教師,其中一名學生雙重危殆,瘋傳一名受害人是香港男生,獲得英國五大老科醫學之一, 為他幫他做手術,現在昏迷還未醒來,說到五大老科醫生之一,幫他做手術應該都很嚴重一下,這一間擁有400年歷史的寄宿學校,只是說每年的住宿費,都在說是41,325英鎊, 而說到這件事件的事主,即是兇手的男童,就是來自這個鎮,被告三項故意造成嚴重身體傷害罪被捕 好,那究竟是不是真的香港人呢?不知道,為什麼會無端端傳出是關香港人的事呢?因為有香港的網上群組,在昨天懷疑有受害家長發文說,兒子是香港人,獲得五大老科醫生幫他做手術,但依然昏迷還未醒,希望大家幫忙集氣喔,這樣啊? 但是這件事件呢,學校又沒有出聲喔,究竟那些學生是什麼人呢?教師又是哪位呢? 那就要等他們公佈一下啦,好,另外看看特朗普這個機密文件門,說到說他不應該把這些機密文件當禮物,或者轉移,把一些資訊帶給別人,而他自己從中獲得利益,這一種做法當然是違規啦, 現在這場官司呢,如果特朗普被人控告,控告得入,恐怕會有過百年的刑期喔,嘩,坐到他死啊,隨時出不回來的,那怎樣選總統啊? 人又在監獄中,我知道你坐牢也可以做總統,但是你要外出國訪問的喔,你們現在美國的總統在坐牢嗎?這樣啊?被人笑喔,會不會啊? 這件事件,說到說有一天有三十七名罪名,那就預計,最高監禁期可以超過一百年,但是特朗普他自己呢,這麼多官司前身,受訪的時候呢,竟然向傳媒表示,就算他被人定罪,也都不會退出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活動喔,嘩,當然啦, 當然是,做總統好,有多少不同的保護令啊,隨時有優待啊,隨時有機會啊,隨時有優待啊,隨時有機會啊,隨時有機會啊,隨時有機會啊,隨時有行政命令啊,取消自己的事啊,可以不可以啊,當然不行啊,傻啊,但是,唉,這些真是古靈精怪在美國啊,搞到這麼大頭髮啊,這些東西啊,好,另外,亦都和大家看一下拜登啊,拜登啊,拜登政府呢,突然之間改口啊,就指出啊,就說中國一直利用啊,在古巴的基地, 他們呢,就監視美國啊,那,原先呢,就說不正確的,不知道的啊,但是就著近日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啊,準備訪華,去改善兩國之間的關係之時呢,突然之間改口就說是了啊,嘩,人家都沒出發啊,你就加個腳下去啊,添煩添亂啊,那怎樣降溫呢,那這件事件就引起大家的關注,為什麼呢,突然美國會 反口的呢,那,那,因為說到說古巴和美國佛羅里達州呢,隔一隔的而已,不是差很遠的而已,那美國的士加納比海地區呢,是一個後花園的,那如果現在說到說中國涉及了踩入後花園的呢,美國一定是很緊張的,那,那,有媒體引述,就說中國和古巴已經達成這個秘密協議,就設了這個電子監察設施,展開信號情報活動, 那就可以涉聽美國東南部電子通訊,和監視船舶的交通活動,這樣說的,那如果是的話,那就是美國暴露了在別人的監視,而他們一直都不知道,現在才知道呢,恐怕洩露了很多機密出去都不出奇的,那但是呢,也都會引起雙方之間的關係,就覺得,嘩,中方,你現在全面監控我,那就是不能降溫的了,那布林肯,你去做什麼呢, 現在拜登政府想搞什麼,他真的不想降溫,他是想繼續搞到很嚴重的,所以有人說,唉,美國都是喜歡打仗的國家來的,真是酸添煩添亂了,好,另外和大家看一下,在秘魯,說到越來越多人失蹤,尤其是在女性,不是吧,因為說到說,在秘魯,現在由1月到4月期間,當地有 三千四百多名女性,就失蹤,那大部分還是年輕,或者未成年的,現在一半依然是下落不明地說,這麼嚴重? 嘩,那全部這些是,拐帶?還是人口販賣呢,那麻煩了,那現在有全體出來示威了,希望政府能夠重視一下,甚至乎幫忙找一下,因為,三千四百多名女性失蹤,只有一千九百多人才找得回,還有一千五百多人下落不明,那現在他們覺得,這種失蹤問題,每年頻繁發生, 成為他們秘魯,這個國家,當前非常緊急的話題,哦,這樣啊,不知道啊,因不解救,會無端端失蹤,可能有些人貪錢,願意甘心,跟著一些不法分子去,有些人可能真的被拐帶了,也不奇怪了,最後,也和大家看一下,英國蘇格蘭前首席大臣,蘇格蘭民族黨前黨魁,施瓦晴,竟然被捕, 報道指出,他涉嫌,跟蘇格蘭民族黨資金運用有關,那他被盤問七個小時之後,就獲釋,暫時警方,就未有任何罪名,就落charge起訴他,那這件事件呢,就說,在17年,蘇格蘭獨立運動,他們籌集了超過六十萬英鎊,那都幾大的金額,那現在不見了, 懷疑被人非法濫勇,非法挪勇資金,那這件事件,會不會出賣呢,就是有人就覺得,咦,又來這些事件,又掛著牌頭,然後轉過頭,給人家的錢,轉過頭就倒閉了人家,走路,這些事件,嗯,去到蘇格蘭都有的,那儘管看看是不是真的,因為,都比較敏感的,如果是的話, 看看會不會弄到一鍋足,好,那這集先說到這裡,下次再說,拜拜!